这是上海地区这个月的销售提成奖励 的确是高了些 但是是按照奖励公司算出来的 我和财务部也核对过 你们核对过了我这儿就没问题 业绩好拿高提成 按正常 可 还有什么事吗 许总要我把这个月的提成奖励 进行全国排名 然后公布出去 公布 怎么公布 公司内部网以重要通知公布 不仅如此 每个地区的经理办公邮箱 还要超发一份 总部的公告栏也要公布出去 我 我觉得这是不是过了点啊 这样做会不会激化矛盾 你让他来一套 好 你找我 我叔叔说你想把这个月的奖励明细公布出去 是啊 有什么不妥吗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想刺激外部经理 让他们尽快行动起来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刺激到他们努力工作 反而是得起反呢 其实你跟我都很清楚 有余总和李楠楠在中间 我的政策在外部很难执行 现在好不容易把上海的业绩做起来 我就是要用榜样的力量 让全国跟进 那些一老一少们虽然缺乏进取心 但总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如果没有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压力 反而激化了矛盾 你有想过怎么办吗 这样不是更好吗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没有战斗力 我们是销售型企业 如果对高提成都无动于衷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你的意思是 要过一遍筛子 看看哪些人可以用哪些人不行 没错 娄叔 找许董弟子做吧 好 余总 您看到平台上的通知 和公司前台张贴的公告了吗 看到了 有没有搞错呀 太夸张了吧 先不说北京的那些祷告和店长 单单刘瑞这一个人 他这一个月的提成 就相当于中部地区经理全年的奖励了 这太夸张了 我问了人事部和财务部了 他们核对了一下 没算错 我知道他们没有算错 我也承认 上海地区的业绩做得的确好 但是没有必要 非要来个全国大排名吧 现在全国地区经理全疯了 都急着打电话找刘瑞取经了 之前许诺那个 没有什么人看好的营销计划 现在都被人供成宝典了 的确做得不错 这样一来 全国经理都被调动起来 咱们小兰都拦不住 余总 你可得想想办法 我能想什么办法 之前我们否定这个计划 是因为看不到这个计划的成果 觉得它是天方夜谈指上谈兵 但现在人家的确做到了 再说 它这么一做 确实让迪欧的业绩提升 这也是一件好事 我不会因为私人恩怨影响大局的 我主要是害怕 这么一来许诺的微信大涨 影响您在公司的权力和地位啊 余总 找我啊 男姐也在啊 怎么样 两天没见 新的推广计划做得如何 交给我你很放心吗 好 总 法国那边看着呢 现在销售系统已经被许诺给夺走了 如果这个我们再做不好 就什么筹码也没有了 放心 明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是关于运营策划部 还有公关公司 提出新一季度广告的预算和计划 皮特 说一下你的方案 今年秋季呢 我们公司推出的水样活夫系列 需要找公关公司 替我们做一个广告片 大家先看一下广告创意 水样活夫系列呢 主打的是纯天然温泉水的概念 所以呢我们请贵妃传的剧组 在华金池替我们串烧一个广告片 这样可以借助唐风古运 展现我们产品的内涵 刘瑞姐姐 公司高层在开会 咱们这样进去会不会打扰了呀 还有林总这杯咖啡里加的东西 你放心吧 许总都嘱咐好了 不然这会也太无聊了 可是我听说今天这会特别重要 是讨论下一季广告推广计划的 妈呀 你可别说这计划的事了 别说许总看不上 我都看了 我都想吐 上海销售部拿了奖励 请大家喝下午茶 好 这么好啊 林总 这是你的咖啡都帮你调好了 有糖有奶 谢谢 谢谢 那个各位领导 我的工作汇报完了 有什么问题请指正 那 什么东西啊 那个 这是加了辣椒和芥末的卡布奇诺 不是更有仇啊 林总 许总跟您没仇 还是跟我有仇 举总 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指正 这又是辣椒又是芥末的 多费脑子 好吧 那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这个提案 重做 重做 原因呢 是创意不好还是文案不好 您不能一句重做 我们就要重做吧 您知道这里费了我们多少人的心血吗 你这个提案 跟林凡刚才喝的那杯卡布奇诺一样 原本应该芳香醇厚 但偏偏加了辣椒和芥末 还硬要说是加了猛男效应 实际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 舍本求莫的垃圾营销 只能生出一个怪感 许总 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没有人意见 我刚才讲的时候 您好像没有仔细在听 一直在玩手机 所以我觉得你的意见不中肯 我很想仔细听 可是如果我仔细听的话 超不过三分钟我就会打断你 我是为了尊重你 和你的团队 还有整个公关公司的劳动成果 我才没有喊平 您继续 水样活肤系列主打 纯天然温泉水概念 角度没有问题 但是用华青池杨贵妃做创意 太俗笑 哪俗了 杨贵妃那是四大美人之一 这样连带推广观众一目了然 只要用了我们活肤系列 肯定有效果的嘛 杨贵妃是美人之一点没有错 但是杨贵妃在大家心目中的年龄感 有多大 你随便出去问 大家都会说是三十岁上下 而我们的活肤系列 主打的目标人群是多大 十六至二十三岁 看 这个年龄段的小姑娘 会对杨贵妃感冒吗 所以这样的营销方案 只能是劳迷伤残 根本达不到推广的效果 许总 法国总部发来的邮件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 法国总部明确要求 我们的新产品要增加东方元素 东方元素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这么理解东方元素的话 我只能说你太流于表面 过于肤浅 这个题啊 你要不就是根本没有用心做 要不就是你能力有限 所以只能重做